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是眼睹 就是要认真地学 C是厚度 要专心度 没错 相信你们都记得原来读书我们有提到的三个方法 而这三个方法都是需要我们很认真和很有心的态度 就是心度 眼度 手度 好了 在开始讲解的时候 就交给你们两个去为我们演绎今天的弟子规内容 咦 月飞拉在做什么呀 我在这儿找书 因为来着六月份要考试了 哼 为什么要这么快的书呢 考试前两天后就行 还可能得到一百分 不是呀 要早点温 才会得到好成绩呀 那好吧 我们一起温书 好呀 大字规 诶 月飞这个字怎么读呀 我都不知道呀 不如一起问老师呀 好呀 掌老师这个字怎么读呀 怎么读呀 怎么读呀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嗯 这个字呢 其实就是这样解的 好了 原来你们都对读书方面有不同的疑问 好了 那我们一起去讲解一下今天的齐众弟子规内容 不如掌老师读两句 你们一起跟我读两句 对呀 宽为限 仅用功 宽为限 仅用功 功夫道 制室通 功夫道 制室通 心有疑 随宅计 心有疑 随宅计 就人问 求确意 就人问 求确意 嗯 你们都读得不错呀 那我们一起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的提到学习的方法 总共有三个 大家记住啦 好了 首先学习的方法第一 就是宽为限 仅用功 我们学习的方法有很多 时间也有很宝贵的 只要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好好学习 用功读书 就会有好的成绩 第二个的学习方法就是功夫道 制室通 当我们遇到不明白的地方的时候 只要我们有合适的方法 下一些苦工去转研 不明白的地方就会记得啦 好 最后一个方法 亦都是刚才师辈和于非你们遇到的 当你们在学习的时候 心里面有疑问 你们不要忘记 记得要将不识的记下来 然后在适当的机会 就向家人 师掌去请教 将你不懂的疑问问到他们 那我们的疑问就会解除 学习就会学得好 你们记不记得这三个学习的方法呢 记得 好了 相信同学都掌握到这些学习的方法 最后 掌导师和两位同学 都很希望各位同学 能够把握六月份前温集考试的时间 学习的方法和他的态度 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你们能够将这两样东西合作 我相信你们的学习成果 将会是事半功倍 亦都会获得很好的成绩 今天的齊重弟子规的时间到这里了 我们一起跟大家说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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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